帶你來看財經方面 美股週二反彈 道瓊指數一度大漲超過百點 標普500跟納斯達克指數也終於止跌走陽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新興市場的動盪結緩 而好消息也包括歐股 歐股在連跌三天之後 週二反彈上漲 帶你來看我美股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